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空调吹怪风 迷倒女乘客 这是真的吗 麻醉医生有话要说 电影当中的情节 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会发生的 首先 所有的吸入性麻醉气体都有强烈的刺激性气味 而且 如果它是气体 就一定会扩散 在车厢内这种狭小而密闭的空间内 如果乘客被迷晕了 那么司机它也一定会受到影响的 而且 宁伯芬在临床当中是静脉使用的麻醉药品 没有任何气味 万年小学生麻倒一个人 只用三秒钟 可麻醉医生要让你失去意识 首先会根据你的身体 量身定制一套方案 不过由于每个人对疼痛的忍受度不一样 麻醉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给药 用长套的机器来监测你的生命体生 动手前先让你吸足氧气 再往手上扎根管子 把麻醉药输入静脉 这时你会感觉身体慢慢不是自己的了 需要靠机器保持呼吸 整个过程大约五到六分钟 差不多就像飞机起飞 麻醉医生会保证这架梦的飞机平稳飞行 如果觉得疼了 别忍着 及时告诉医生 我们所使用的麻醉阵痛类药品 大多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 其原理非常的复杂 而麻醉医生的工作 也不仅仅是让你睡着这么简单 我们需要让你平安地进入麻醉状态 以满足手术的需求 同时在手术过程当中 守护你的血压心跳等重要的生命体征 而且还得保证你得平安地 从麻醉状态当中苏醒过来 加快你的术后康复 减少术后的疼痛 在我们的医学发展史中 麻药和毒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同样的药品在医生手中 可以为您减轻痛苦 但是如果普通人拿去乱用 就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随着现代医学发展 麻醉药物这群小妖 逐渐被医生驯服 疼痛是上帝赐予我们人类的 自我的一个调节的功能 我们利用这种疼痛的感觉 就可以逃避这种伤害性感受的 对我们的伤害 也可以尽早地发现 我们身体可能出现的这种疾患 在现代 医生会鼓励患者 科学地减轻一些没有意义的疼痛 比如癌症带来的疼痛 或者手术后的疼痛 还有一些运动损伤的疼痛 在进行常规治疗的同时 鼓励患者用麻醉药物减轻疼痛 提升生活质量 柯南十年如一日麻醉扎尘小五郎 这靠谱呢 关键是要扎准 柯南一针买到毛绿小五郎的这种情况 理论上如果是一个枪法 很好的专业麻醉大夫 是可以实现的 但天天这么麻 肯定存在很多副作用 而且会产生耐药 如果第一天用绣花针 第二天用缝被子针 那么到最后 可能就需要这么粗的一个针管 才能实现了 欢迎大家把这段视频转发给身边需要的朋友 了解麻醉阵痛 追求健康生活